深深用平板这个计划 本来就是希望第一个 我们可以让学生学得更生动活泼有趣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可以更便利 那希望就是说透过数位学习 能帮助老师帮助学生 可以在教学上没有边界 第二个我们希望强化学生 跟国际趋势一样 推动学生个人化学习 个人化学习可以增加 学生的学习效率 还有老师的教学效率 另外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样 来强化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因为未来10年20年后 所需要具备的知识 现在我们可能没办法教他 但是如果学会了自主学习的能力的时候 那他未来就可以受用无求 所以我们希望也透过数位学习 来强化学生应用数位工具 来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生载具带回家里面 在家里可能要有自当的控制 比如说载具使用的时间 或上不同的网站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 学习载具的MBM的管理系统 来帮助学校的老师或家长 来做学生载具的使用管理 比如说在某一个时间到了 那我们的载具就不能上网 不能使用 那这样会避免学生过度使用 BYOT跟THSD就是希望家长能够协助 学生在家族 另外我们也会搭配MBM的管理机制 让学生更善用载具在学习方面 大量载具的部署 其实是造成了资讯主导 或资讯相关人员的一些困扰 这个困扰一部分可以透过载具管理系统 就所谓的MBM来帮忙 我们协助减少 所以我们未来都会持续有推动一些 各个MBM管理系统的研习 还有这些成功案例 学校成功运用 管理的案例的推广 教育部身边都会持续的来办理 在有关学习数据这一块 其实在整个经济方案里面 就是生用平板的方案里面 有三个计划 其中第三个计划 就是教育大数据计划 那教育大数据计划 我们会分别收集 第一个载具的使用数据 就是透过MBM管理系统 来收集载具的开关机 使用的一些数据 第二个会透过学习平台 收集老师跟学生 在学习平台上面的一些 教育学的一个活动记录 第三个我们会收集一些校标资料 比如说科技外评仰 限制学历检测 然后收集这三方面的资料 形成一个大数据资料库 这些可以用来回馈 不管是从政策制定 引学校老师学生 到数据学习业者的改善 的一个整体规划 目前正在持续进行中 第一个重点就是在资讯安全的 这个议题里面 在现在这个数据学习世代里面越来越重要 要加强学生的资安教育 以及老师的资安教育 对于设备端的资安的防护 会越显得更重要 另外一个议题会琢磨在教学应用 或学习应用的部分 它的学习模式 甚至老师的教学模式 要有别于过去传统教学 单向式教学的一个模式 目前教育部也同时在推动 所谓的BYOD或THSD 就是把载区带回家 或者是把家里的载区带过来 这些跟这两个重大议题 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所以这两个议题 未来会是我们非常重大的课题 从家长的议题来讲 最常为探讨的是两大议题 一个是3C成瘾 一个是视力保健 那这两个议题 对于目前国中小的学生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部分要做到预防 也要做到事后的处置的部分 在GenParent这样的一个工具里面 它可以有效地 去做一些平板的时间控管 对于3C成瘾这件事情来讲 比如说它可以控管 适当的网站 适当的APP 给学生使用 那我想这两个工具 都可以达到非常好的预防效果 威格在这一块失陪是非常强大的 队内我们有成立了 艾威格社群 专门培养老师 在专业知能的部分 对外呢 我们也鼓励老师们去参加 艾佩总指老师的团队 甚至参加JEMF的各式各样的研习 让老师在各项的资源上 没有后顾之忧 身为家长我们都会担心孩子 iPad看得太多 用得太多 那其实家长都可以放心 从学校的监管系统 我们都可以随时了解孩子在 iPad的使用是否良好 那是不是用了不该用的APP 那在学校端都可以及时的锁住 它的iPad上面只会留下 任何跟学习相关的APP 我们一共将近有1500台的iPad 所以在iPad的管理上 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自从使用JEMF来协助管理之后 减轻了我们IT人员很大的工作负担 我们其实也会办理 关于JEMF Teacher的相关培训 让老师可以善用JEMF Teacher 让孩子可以在对的时间 使用iPad去进行学习 爸爸妈妈可能就是觉得说 如果这台平板能让我在学习上面 有更大的帮助 那爸爸妈妈一定是支持的 我会把iPad带回家 因为可以在家里把我要备的单字 Key上去 然后还有像化学老师出的作业 我就可以连家里的网络 然后把我的新制度做好 行动的载具 其实几乎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如果说生活就是教育 那这些载具本来就应该成为学习的工具 所以在现阶段 我们的孩子如果跟传统的一个学习 来做比较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上手的 因为他们生活中就是这些载具 在解决他们生活上很多的问题 所以其实在教学上 直接打破传统的模式 就是老师能够透过载具 再一个引导 其实他就是孩子 扩展跟他多元 丰富学习的一个工具 我们要培育的是我们未来的人才 所以家长您的担心 其实我们政府已经考虑到了 因此在一开始 所有的网站 只要是不当的或不适宜的网站 都已经经过了过滤跟设定 因此不会进到我们这一批 孩子带回去的一个iPad 在了解Dream Parent的APP的一个功能以后 发现就是在时间的限制 以及也可以做软体使用的一个限制 那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能够大大的减轻 家长的担忧 有了这个APP 那这个真的是可以是辅助学习 而不会变成平板 变成是一个争端的一个事物 有自己的专属ID 我觉得他的一个学习的内容 可以保存下来 不会说因为切换了一台 就是有中断 然后必须要重新的开始 因为其实学习最好的就是 要有连关的历程 那有了这样子的话 其实他们的一些学习轨迹 能够记录下来 然后并且在下一次的时候 又能够很快地投入情境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可以把载具带回家 对老师的帮助 和学生学习的帮助其实蛮大的 课堂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来做其他更需要老师协助的课程 那学生就可以在家利用时间去上网查资料 或者是自己学着自己做报告 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资料交换变得很方便 他只要Airdrop过去 老师就可以看得到他的东西 非常的方便 以前老师要一个一个看 或一个走到座围来看 除了这样以外呢 当老师发现有一个小朋友的作品特别好的时候 他直接透过AirPlay 就可以把小朋友的画面投给全班看 然后让全班的同学一起去分享他的作品 或是针对他的观点来做讨论 这是我觉得最近我得到的回馈里面最多的一个项目 对于IT人员来讲 后来在我们学校导入GEMF这样子的一个系统之后 因为它简单易用而且稳定性很高 所以让我在管理iPad的时候呢 所需要的时间是大大的降低 学校所用的其实就是GEM Teacher这套软体 那GEM Parent其实就是他在家里可以使用 那我们BYOD的载具呢 我们也会帮家长建立他的账号 然后我们透过一些教育训练 或者是教学的文件影片 让家长知道怎么样在家中使用 GEM Parent这套APP 学生带平板回家的时候 他可以在家里自行去控管APP的使用 使用的时间内容的过滤等等 有时候小组会有人是客人 他可能看不到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实际的操作到 那如果每一个人他都能够手上有一台 他可以进入这个教学的模式 那他就可以进行自己的学习 我觉得会更有帮助 那自己的平板那当然就是 你需要你就跟老师说一声带回去 那这样子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因为学校都会有像GEM这样的软体 他可以锁定你使用的软体 或是上网资源 所以他是有控管的 然后针对老师上课的课程 给予你适当需要使用的APP 或者是网页 这样子的话学生可以利用回家的时间 依照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完成他的功课